一法应该双座 家父座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的话 你两树做灯营 做灯营的时候 应该有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就是整个鸡嘴的话 就是正直 就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往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的话 就是肩鼻的话 就是后仗 或者说是肃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 即使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就是在你的 这个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呢 就是完全的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书衣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肆气啊 出三肆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除 就是往外排除 出这个三肆气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的 出三肆气 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力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肆气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肆气 出三肆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力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除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肆气 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你知乎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 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 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哦 再уст 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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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day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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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丹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迁索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 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怨敌依我者夺于救赎苦 若我伤害敌 敌凡饶益我 他这里用两个颂词来说明修安人的理由 然后嗔恨北方 嗔恨敌人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的分别念 意思就是说因为依靠敌人 我们自己修持安人 消除了多生累积的罪业 而怨敌依靠我而堕入到地狱当中 就是长期的受苦 所以实际上应该我没有理由对他呈恨心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也应该可以想得起来 我们所谓的安人就是依靠怨敌来修持 如果没有怨敌的话 那么修安人的对境都是没有的 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若我深层及何所修安人 何所修安人 如果没有这个嗔恨的对境 那么就是依靠谁而修安人 所以正因为怨敌以种种行为来危害我 然后我有机会把怨敌作为自己的所缘境 而修持安人 这样我修持安人之后 自己相续当中多生那些所造的 这些自信罪和佛制罪的一切过患 也有清净的机会 同时自己也圆满了 暂时的这些智慧和福德资粮 最后获得正果 有这么样殊胜的因缘 所以说 我们应该从道理上讲 就像是《色情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那么所谓的怨恨的敌人 应该以安人心来对待 应该以安人心来对待 因为我们的安人实际上是能熄灭 一切危害的野火 而且向后众多的这些苦喊 依靠修安人可以病除 因此我们相方设法 一定要修持安人 而反过来说 怨恨的敌人 真是的的确确是依靠我 而害了他 怎么是害了他呢 就像我们前面说这样的那样 刹那的宗罪堕入 受戒当中堕入地狱等等 说说的那样 怨恨的敌人把我作为对性 然后他自己的心里面 产生产恨性 对我进行诽谤伤害 之后以这个罪业作为因缘 然后他下达地狱当中 那么地狱里面也是感受无量无边的 长期的这种痛苦 这样一来 真正的道理上 我们想比较起来 实际上怨恨的怨敌 已经帮助我了 而我反而恰恰地害了他 所以说我在这里 必须要观察这些真实的理由 如果我真的前面所讲的那样 让他产生产恨性 那么即生当中也害了他 他的心情不快了 就是失去了他正常的状态等等 然后对来世 让他堕入无间地狱等恶趣里面感受痛苦 那这样如果真正是 我们人情世世 然后尊重世世的人来讲 的的确确是已经害了他 然后想反过来说 怨恨的敌人对我来说 应该是有帮助的 因为依靠他 应该在我的精神来时 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这样一来他的恩德 也是无法顾量的 因此我们对自己的心 进行侮辱 就是说你这样厉害 不轻的 不变厉害的 还有这样颠倒的 粗暴的心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心 进行批评 你这样粗暴的心 为什么反而对这样的怨敌生嗔恨性 按道理来讲 你不应该对他生嗔恨性 应该对他有一种饱恶之心 那麦仰 我可能带哀舌 ي会比你而变得欣慮 你以为您想吃东西 对我就是做, ност 因此 这个是隆敌遙 这一点 是莫乖 teaser 噶 5 Car 耍 rob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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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文当中所讲的那样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一般来讲 我们自己用正知正念来守护自己的根本 那么自己就害怕当时生气嗦恨当烦恼心 自己守护自己的缘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怨敌得到什么 应该说是没有得到什么的 应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我们各自行为 因为当时我们各自发心都不相同的 比如说 怨恨的敌人他虽然间接已经帮助了我 但是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生起了罪业的这种嗔恨心 因此这个嗔恨心的果报 它自己一定会堕入地狱当中去的 而我虽然间接已经怨恨的敌人害了 但是害他的这种心 对我自己的相续来讲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按照佛经的道理来讲 心如果善一切都是应该善的 自己不应该构成 最严重的罪业 因此就像智悲广尊者所说的那样 只随善恶一差别 不随善恶相大小 所以我们善恶的这种大小的差别 完全都是在心上面安立的 还有宗善恶大师也是 三百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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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行善 地道也善 若行恶 地道也恶 也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应该想 只要自己的心善了 依靠他根本不会成为罪业 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了知 自己所做的一切安然的心没有罪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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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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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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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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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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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